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证只是重回现场 得奖过后再来一趟绿川 一切好像变了掉 现在来到绿川 不只会闻到异味 甚至连水色都变得浑浊 比一比绿川水色 2018年3月来看 水色清晰 2019年6月 明显颜色变黄又变脏 而且水中还有遭丢弃笔记本 饮料品贯 甚至手机充电线也泡水里 附近民众很有感绿川烈化 我拼着一些草皮来 目前人手不多 大概差了一倍吧 在这清理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蚊子对 变多了 这时候政府没有 那个费用可以缴电费 所以装置就拆掉 然后晚上就变得比较冷清 七八点这边就都没有人潮了 换了政府装置一束就拆除 好不容易热闹的绿川 又变得冷清 只是虽然获得国际认证 但2019全球卓越建设奖 报名时间是2018年10月 当时林佳龙前市长积极推展 没想到卸任后虽然获奖 但走一遭绿川 看看现况 却糟筋变了调 三十星长 罗令杰台中报道